现在我们来介绍函数的基本观念 函数的话呢,其实很简单 它的话呢,就是一种对应的关系 我们来举一个例子的话呢,让各位同学了解 函数的话的基本观念其实就是一种对应的关系 我们来看一下 左边的那一部分的话呢,我们称为定义域 叫做domain 右边的话呢,我们称为直域 这是被对应的部分,我们称为range 那以这一题而言的话呢 我们来举个例子,让同学的话呢 会比较在生活上面比较了解的 爸爸、妈妈、小华、妹妹四个人要出去吃饭 那他们都要选择一样他想要吃的东西 那爸爸选择牛排 妈妈选择寿司 小华选择汉堡 妹妹选择拉面 那这样子是一种对应的关系 没有错,它就是一种函数的关系 但是的话呢,我们有一个很基本的条件 我们必须要先讲清楚 首先的话呢,第一个 对应出去的每一个定义域 每一个成员一定要对应出去 因为我们要想象是 每个人都要有饭吃 不能够肚子饿 第二件事情是 每个人只能够对一个 只能对一个不能够一个人太贪心吃两份 不能够吃不一样的东西 那这里的话呢,这个菜单的部分没有选到有没有关系呢 没有关系 我们仍然接受它是一个函数 那我们来看一看下一个部分 特殊的状况的函数 来,我们来看 这种情况的话呢,是 菜单的里面的话呢,被选择的部分的话呢 我发现的话呢,是不是函数呢 它符合函数的概念 第一个,有没有每一个成员都有东西吃 有,然后的话呢,我们再来看它有没有的话呢 对应到一个人吃两份呢 没有 像这个职域的部分,就是菜单的部分 全部都有人选了 我们就称这种函数叫做印成 印成就是它全部都有人选 就是印成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个,下面一个特殊的函数 下面一个特殊的函数的话呢 这个函数很重要 因为的话呢,这个函数在我们未来的话呢 我们要介绍的是一对一且印成 反函数的部分的时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 什么叫做一对一且印成呢 一对一我们叫做one to one 印成叫做on to 那一对一且印成是 你跟我的话呢 有每一个都有各自不同的对应方式 我对一个,你对一个,完完全全 第一个,右边全部被对到了 第二个的话呢 我们各自对各自的都没有重叠 没有两个人选同一个的 这种情况的话呢 我们就称为一对一且印成 我们来看看一个函数的一个例题 这个例题的话,对同学来说的话呢 可以得到更容易的一个了解 小华如果得到了一份工作 那么基本底薪给他一千块 每工作一小时的话呢 可以获得一百元 请问一下 工作X小时可以获得多少钱 那我们来看看他的对应方式 这是一个函数呢 是的,没错,是一个函数 因为有不同的时间 都可以对应到不同的工资 我们来看一看 如果我们没有工作 是零小时的话呢 是不是得到一千元 如果我们工作一小时呢 我们可以得到一千一百元 两小时一千两百元 那各位同学来想一想 如果是X小时 请问一下工资的话呢 我们这个地方叫做对应的部分 我们念F of X 请问F of X的话呢 是怎么表达呢 那聪明的同学的话呢 应该知道F of X的话呢 应该是怎么算的 基本工资是一千元 然后每加了X小时 一小时是一百元 那么X小时是几元呢 再加上X乘上一百 这就是我们的对应的一个方式 各位同学的话呢 是不是对于这个立体有一个更深的了解呢 来我们再继续看一个题目 立体二 我们来看看定义欲跟直欲的关系 请各位同学看看这个题目 什么叫定义欲 定义欲的话呢 是我们X的范围 X是可以接受的范围 请问各位同学知道 开根号里面是不可以为负的 至少要零以上 那定义欲也就是X的范围 对应出去的 是X的范围是多少呢 定义欲 各位同学来想一想 定义欲是在哪里呢 是X是大于或等于多少呢 是2 我们也可以把它写成 以前我们教过的一个区间的表达方法 是怎么写呢 大于等于2的话呢 这个地方是2 到哪里呢 到infinity 2到无限大 这就是我们的定义欲 直欲呢 直欲就是Y的范围 各位同学想一想 根号开完根号后 是不是一定是正的呢 于是的话呢 我们说Y的范围 直欲的部分在哪里呢 Y的话呢 是怎么样呢 一定是大于或等于0 因为的话呢 当X是2的时候Y是0 于是的话呢 我们把它写成了区间的表达方式 是怎么写呢 是0到无限大到infinity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 我们就说到这边